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现在的云南 贵州和四川南部 以及缅甸东北部有桑克 益州 蜀汉更名建名 岳规 永昌 朱起 星谷等郡 蜀汉增加云南郡 金大理 丽江一带 在东汉时归一周管辖 从秦至东汉的几百年 有很多汉人百姓牵指南中 形成了南中部落首领 与汉人豪强大户相互利用的局面 情况非常复杂 刘备发 无失败 他在南中遗憾心中的威劲 也跌到谷底 南中豪强地觉得 刘备这样的骁雄快完了 咱们不用再受他的窝囊气 开始反抗蜀汉统治 由于刘备刚死 蜀汉国是不稳 诸葛亮并没有急于收服南中 三年后 蜀汉逐渐恢复了元气 诸葛亮这才动兵 东汉时的一周 可以分为北部和南中两个部分 大致以长江为界 以北为北部 以南为南中 二者的面积差不多 南中发生叛乱 等于削减了蜀汉约一半的地盘 严重威胁到蜀汉的存在 诸葛亮岂能不心惊 而诸葛亮绝迹南中 还有一点 南中拥有丰富的战争物资 这对日后 北伐曹卫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展开全文蜀汉曾控制荆州 人口众多 战争物资丰富 却被关羽弄丢了 刘伟尽起蜀中之兵 耗费了一周大量的战争物资 结果又是一场惨败 蜀汉的家底都快空了 蜀汉还控制着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 以及汉中盆地 这两个地方土地肥物 适合农业生产 问题在于 这里缺乏大规模战争所用的物资 比如奔古铜 猪蹄铜 月龟铁 云南银 彩山西 玉高西 还有丹西 耕牛 战马等战争必备物资 可以说 蜀汉就是蜀汉最大的战争仓库 蜀汉有一个来将都督 专门管理南中事务 而能出任来将都督的 都是蜀汉皇帝 包括诸葛亮 绝对信任的心腹重臣 比如 邓芳 李辉 张义 马中 而现在 战争仓库快丢了 诸葛亮就算是神仙 他拿什么北伐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 调整南中的行政区化 使南中进一步具现化 方便蜀汉的统治 南中逐步稳定之后 蜀汉加大了对南中的开发 兴修水利 大兴屯田 设置了五部都位管理屯田事宜 蜀汉将先进的农业耕种技术引进到南中 同时开发南中的交通道路 加强蜀汉与南中的联系 客观上增强了两地间的商贸往来 南中的矿产资源 非常丰富 蜀汉在南中开始挖矿 盐 铁 锡等行业 给蜀汉带来非常多的收入 另外 南中还是蜀汉士兵的重要来源 诸葛亮取得南中豪强的支持 然后从南中大量征兵 由于蜀汉人口比较少 怡陵惨败 让蜀汉损失了大量士兵 兵源比较紧张 有了南中兵源的有力补充 诸葛亮这才有了北伐的底气 而且 南中民风飘悍 兵源质量相对较高 蜀军的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 最强盛时的蜀汉由四个区域组成 四川盆地 汉中 荆州 南中 荆州被孙权偷袭后 南中如果再丢了 蜀汉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所以 蜀汉承受不起 丢失南中的后果 这也就不难理解 诸葛亮为何不惜代价 攻心攻城去收服南中了 南中之余蜀汉 就相当于荆州之余东吴 蜀汉丢不起南中 就相当于东吴丢不起荆州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地图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